民眾黨最常引以為好 什麼公開透明 監督的這個機制 防腐的機制 現在全部都沒有 連危機管理也不會 卡提諾商學院科批管理學的課程 經過科批幾天 想完之後他決定 最重要的決定 出來開機 跟媒體講說 第一 誰闖的禍 誰負責善後 所以成立善後小組的召集人 就是黃珊珊 比照這個COVID-19 每天都有新的疫情 但是他只報告 有這個疫情確認的 確認的這個病例有幾例 然後每天都會有 例如說沒辦法 一禮拜一次說好之後 你就跟他一次講完 為什麼要一直 就要分批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敢全部講 柯文哲的個人捐款 高達93.7%是現金捐款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你應該是用網路才對啊 柯文哲現在坦人說 啊 勾錯了啦 民眾黨絕大多是不是透過網路的小額捐款 怎麼那麼剛好 為什麼會勾錯呢 是真的勾錯了嗎 現在是不是民眾黨面臨到創黨以來的最嚴峻考驗呢 柯文哲說 社會是懷疑我的治國能力 不是懷疑我的誠信 但現在看起來 這兩個都出現大問題 社會是懷疑柯文哲的誠信 不是懷疑他治國能力 因為沒有誠信拿來治國 民眾黨最常引以為好 什麼公開透明 監督的這個機制 防腐的機制 現在全部都沒有 連危機管理也不會啊 卡提諾商學院科批管理學的課程 經過科批幾天 想完之後 他決定 最重要的決定 出來開機 跟媒體講說 第一 誰闖了貨 誰負責善後 所以成立善後小組的召集人 就是黃珊珊 財務監督不利 沒有內控內機內控機制 也沒有外控機制 但是這個事情要檢討 財務監督管理委員會 召集人 黃珊珊 第三 要成立律師團 長期合作律師團 召集人 黃珊珊 這個應變小組 只要有三家媒體 報導民眾黨同一條新聞 就要成立應變小組 召集人 黃珊珊 都同一個人 就是誰闖了貨 通通拿負責 等一下三點鐘要開記者會 因為會跟比照這個COVID-19 每天都有新的疫情 但是他只報告 有這個疫情確認的 確認的這個病例有幾例 然後每天都會有 例如說沒辦法一個禮拜一次說好 你就跟他一次講完 為什麼要一直 就要分批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敢全部講 所以呢 現在講完了 假設他今天公佈五個案例 分別來自台北 新北 你講完之後 自查貓說有第六個 有第七個 有第八個 他說那一批 那一批還沒查到 那一批我們查證明天 下午三點再開記者會再跟各位說明 因為他有固定的節奏 所以沒有叫證回歸 只有擠牙膏 查到哪裡就查 講到哪裡 就是要確認嘛 他們要確認跟COVID-19一樣要確認 你有需要把事情抹成這樣 抹成大家每天都看 你不是應該就早一天一次講完 然後叫兩三個會計師 台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各派一個人 四個人坐在那裡 幫你們背書 說我們四個查完了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出來背書 查完了 然後告訴各位答案是什麼 那就結束了嘛 你要會計師出來幫你背書 才有用啊 黃珊珊出來背書有什麼用 陳志然出來背書有什麼用 你們兩個是當事人 一個總幹事 一個副總幹事 當時開最多集的 那個說文宣媒體有關的那一個 那個當時是陳志然負責的不是嗎 那黃珊珊所有的帳都要看 黃珊珊看過不是嗎 你們兩個都是當事人 你們可以看得出那個帳 哪裡有問題嗎 我最難以理解的是 為什麼每個禮拜都要開 每天都要開記者會 你沒辦法一天說清楚嗎 你越講越不清楚 每天都報新的病例出來的時候 我看你這個黨就慢慢一天一天 民調一直掉 那開這個記者會要幹嘛 是要講阿伯負責嗎 阿伯有誠信嗎 沒有 現在就是說 他現在開記者會說得好就過關嘛 說得不好搞什麼鬼 連講都不會講 我看你就 撈車輪到啦 就是這樣比較快了啦 搞不好這也是黃珊珊最後最後的口試 最後的溫柔最後的口試 剩下兩三天 講得不好講得不清楚 產生更多的疑慮 阿伯就可以請這個中評會啊 能夠出手 柯文哲領了很多很多的政治現金 說什麼倒數三個月的時候 也有兩億進帳喔 然後呢很奇怪是大家查一查之後呢 發現柯文哲的個人捐款 高達93.7%是現金捐款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啊 你應該是用網路才對啊 柯文哲現在談人說 啊 勾錯了啦 民眾黨絕大多是不是透過網路的小額捐款 怎麼那麼剛好 為什麼會勾錯呢 是真的勾錯了嗎 他們用的這間公司叫做應援科技嘛 是很多藍綠白的候選人 包括立委 對 都用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有一個合處 你轉錢過去的時候啊 把他的系統的資料庫的格式設定 跟監察院是可以直接傳出去的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資料庫 一百 譬如說十萬筆的這種捐款進來之後 進到這個進辦以後呢 進辦呢 也不用做多大的調整 他就直接把他按這個資料庫出去的時候 就直接進到監察院的系統 所以很多人 候選人省麻煩 啊對啦 不錯 你這個用你的我就回過去就好了 可是問題來了 照道理來說這樣轉喔 因為他付了九百多萬的這個手續費 按照三趴回推 他這金額大概有三億 3.23億 3.23億 刷卡的小額捐款 好 那就是說我們用手機借的啦 我用Apple Pay什麼 Pay一大堆 轉出去的 照道理照就轉出去就好 可是那個藍綠為什麼會變成現金 為什麼會變成現金 當然可以改啊 那所以是不是有人去改了這個 變成勾了現金啊 你意思是說本來大家都是網路的 結果你偷偷去改了那個 之後就變現金了 不然怎麼會出現現金 照道理來說這個 這個系統就直接轉過去 就是匯款嘛 那為什麼會去勾現金 一定有人去勾這個現金嘛 那有人去勾現金 那現金跟匯款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匯款一定找得到人啊 對 不管你用手機按的用什麼按的 或者是你跑去銀行匯的這種 金流嘛 一定有嘛 所以趕匯款的人就是不怕人知道嘛 但是你現金 譬如我今天經過這個總部 我高八百 五百 拿這個 拿這個說我要抓虎 我也不用太久啦 我就給你們贊助啦 五百給你啦 這種有沒有 有啦 早期以前民進黨 跟我們本府的時代一個演講 大家一千兩千 各各一堆啦 好 可是呢 我們有看到選舉的時候 阿伯總部有一堆人排隊要交錢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他們的小草都是啦 都用手機子都要轉帳的嘛 賴佩啊 很簡單喔 轉帳過去很方便啊 怎麼可能捧著錢去 你從黃國昌這次開直播 說他買什麼 他買什麼負擔金額的 土內心什麼五百五百 他在那裡就木刀了嘛 那都手機子要轉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要把匯款變成現金 因為如果匯款就會查得到是 哪一個IP匯的 哪一個手機號碼匯的 那如果在短時間內 有人 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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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按 按了一百次 那就五萬了嘛 按了兩百次 就十萬了嘛 那我這樣子按會不會被發現 當然會被發現 因為接下來去查就查得到 怎麼短時間內 在同一個IP 同一個手機 匯出來的時候 金額都一樣 然後都在同一個地方花 那整個月也會被發現 整個月也會被發現 可以改作現金嗎 改作現金就找不到 那一個捐款的人了嘛 我們之前不是才說 他會拆分帳嗎 拆到一萬塊以下 那現在還是說 如果變成現金的話 還要把大筆的再拆散喔 沒有啊 因為他這樣子就匿名啦 那不具名啦 不是說匿名 不具名 你就找不到是誰會的嘛 啊他現在這樣呢 那天那個董事長是不是 說十八萬筆 我有辦法 那意思是什麼 十八萬筆 我們本身都機關 怎麼那麼多筆 是不是 他還要一個一個 他去買你知道嗎 買到拆開公公 什麼費款 開現金 拆開 一定有人進去改嘛 那這個事情 柯文哲的進辦 可能要出來解釋喔 為什麼那麼多現金會勾錯 勾錯 一連串的勾錯 那個就一定 一定有問題嘛 所以這件事情 也許會變成柯文哲的另外一個破口 就是這個進辦的另外一個破口 我們之前要討論之初 現在收入面 是不是有隱匿什麼樣的資訊 然後現在被人家統計 本地做這個表的人喔 他沒什麼意義啦 他沒什麼意思啦 他就說 啊 其中大額啊 小額啦 是拿現金還是拿費款 大家都在收這個而已啦 結果才會發現說 欸 最後一個月啊 有三萬兩千筆耶 怕死人 我們最後一個月有看到柯文哲 很用力出來講說 來來來 再來購一下 再來購一下 也沒有看到耶 可是為什麼最後會調整出 這麼多的比數喔 所以就是代表 全部變現金額這個部分 這個都是現金嘛 對啊 就現金嘛 是現金嘛 現金捐贈 最後一個月有三萬兩千人 出來捐錢耶 而且是現金 那如果這個都是 應援科技本來的匯款 其實應援科技的後台 一查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原來 如果剛好是應援科技的內容 喔 那柯文哲裡面團隊就慘了 是誰把匯款改成現金 就算月下的匯款 感谢观看